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是正在直播的热线12 我是圆圆 先进入我们今天的热线快报 有些人出门旅游的时候可能会聘请导游 但是您知道伴游吗 近日记者就发现了好多个这种伴游网站 表面上看好像是提供一对一的高端的陪伴旅游的服务 但实际上在这个招牌背后却有着不可告人的交易 只要在网上搜索伴游两个字 就能看到一些有着好听名字的伴游网站 伴游天下 伴游中国 伴游有等等 进入网站后记者发现 扑面而来的是大量的女孩照片和介绍 其中不少女孩的介绍中都有着暧昧 甚至挑逗性的话语 似乎是可以满足顾客的所有要求 而标注的服务价格更是令人吃惊 伴游一天的费用动辄就是几千甚至上万元 伴游为什么会如此之贵呢 按照资料里的联系方式 记者拨通了一位伴游女孩的电话 对方称贵是因为所谓伴游 不是陪伴旅游 而是陪上床 按照一家伴游网站上的伴游信息 记者联系到一个自称是在北京上大学的女孩 女孩称伴游费一次两千 并直接把记者约到了她的住处 位于北三环附近的一座出租屋内 记者发现她在网上留的照片并非本人 女孩称自己是利用课余时间做伴游的 主要是想挣生活费 但她并没有给记者看上大学的证件 有自称是大学生的 还有自称是白领的 记者通过一家伴游网站联系到四川成都的一位自称白领的女孩 见面时记者看到她在网上留下的照片也不是本人的 她自称平时白天要正常上班 只是晚上出来兼职 刚才来做伴游网 在网上把那些照片 咦 伴游网 什么 我应该 我大一起知道是干什么呢 我就进去抽了一眼 然后上面有微信号 我就加了这个人 我跟他聊聊聊 他说 哦 这样子的 他说 有挺靠谱的 挺好的客人 过联系嘛 然后我就把电话聊一趟 伴游网其实就是做这个本人 一样的 就是说是伴游网 有个好好的天亮吧 这安全吗 在你站起来 那一会儿 对啊 这肯定安全 就是我设法我行 肯定安全 这也没被查过话 你这肯定安全 安全 你关系我还害怕 我要上班呢 除了学生白领 记者看到伴游网站上 还有自称是模特的 记者在北京国贸附近的一家酒店里 见到了一位自称模特的女孩 刚一见面 她就开始麻利的脱衣服 记者及时制止后 她就开始介绍自己 在网上如何如何有名 粉丝如何如何多 记者在她的微博上 看到很多张她极为暴露 极具挑逗性的照片 微博上著名她的职业 是一名模特 拥有粉丝36万之多 记者经过调查发现 这些伴游网里 真正想陪你去旅游的 那是少之又少 其实都是这些女子打着幌子 然后实际上暗地里是在卖银 那么这些女子收入不菲 帮她们撮合生意的平台 也就是网站 也是收入破风 伴游网不仅收取每个客户的 几百上千元入会费 还通过直接介绍女孩 再获取千元介绍费 伴游网俨然成了色情交易平台 记者调查发现 一些伴游并不是自己进行色情交易 而是介绍别人来做 这些人在圈里被称为经纪人 他们其实只通过伴游网平台 把客户吸引到他们的微信和QQ里 然后做自己的生意 在这些经纪人的微信朋友圈里 有大量女孩的暴露照片 以及身高三维等一些简单介绍 女孩大致也分为学生 白领 模特等客户可以随意挑选 一次性交易的费用 多在5000到1万元之间 记者在四川成都联系到一个经纪人 记者将酒店地址告诉这个经纪人后 只一个小时的时间 一个女孩就敲响了酒店的房门 女孩自称是附近大学的一名大一学生 这是背着男朋友偷偷出来伴游的 那人是干啥的 他是中介介绍人不好消息的 这么跟你说吧 我记得的话他要抽2000 哦 对 所以的人他都知道吗 他手里有好多女孩的呢 对 就是什么模特儿啊 什么都有的 很多 对是那种身材特别好的都有 他说全国各地都有 对 你真学生假学生吗 真学生 你学什么呢 古川企业的 好 介绍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 他们是金钟律师 还有我们的特业推论员张斌 欢迎二位 先问一下金律师 这些女孩子肯定是涉嫌卖淫了 抓住以后会怎么处罚 还有给她们介绍生意的这个平台 这网站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 这些女孩呢 应该是卖淫的话 就是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 怎么处罚呢 就是按照这个条例的规定 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的拘留 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金 情节轻微的 当然可以5日以下的这个拘留和500元的罚金 那这个平台 对于这个平台来说 这个平台的经营者 和这些所谓的经纪人 实际上已经涉嫌构成了叫组织卖淫罪 是一种犯罪了 他不是简单的介绍 不是简单的介绍了 他已经是一个通过这个平台 是一种组织卖淫罪 这个处罚呢 按照我们国家刑法规定 是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情节严重的 是这个10年以上有期徒刑 或者无期徒刑 可以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就还是很严重的 很严重 我们看从这个伴游网啊 到这个聊天群 这个卖淫这种行径 一旦结合上网络的这种优势 它就变得非常的不得了 因为现在有很多城市 它可以这个互联 也就是说呢 这个他一旦这个上了网以后 就像这个病毒一样会迅速的传播 我们接着往下看 记者看到无论是伴游网 还是经纪人手中的聊天群 都不是单位一地客户服务的 而是面对全国 里面介绍的卖淫女孩 基本遍及了国内大中城市 记者在北京通过微信 找到了一个远在深圳的经纪人 她在一小时之内 竟然毫不费力的 为记者联系好了 两个在北京的卖淫女孩 这个深圳经纪人告诉记者 他们有专门的聊天群 一个群里就会有几百个经纪人 而其中一个经纪人 又会有几十个 甚至上百个这样的群 这样一来 只要是有经纪人的城市 他们就能够实现相互联通 资源共享 不仅如此 记者还发现 很多女孩既当经纪人 又卖淫 一边卖淫 还一边当经纪人 这样一来 卖淫信息扩散的速度 就更快了 专家表示 这种网络卖淫 早已不是从前的 点对点传播 而是病毒式的快速卖淫 影响力巨大 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 这样的一种限制 没有组织的边界 随时可以一个人 向多个人进行连通 从上游到下游 进行发散式的传播 所以会产生一种 病毒式的效应 病毒式的传播效果 你看这个事 它和互联网一连接 它马上 它传播的速度快了 但是你打击的力度 打击的这种效果 就很难 因为它是跨地狱的 张斌 你觉得应该怎么样 加大这打击力度 当然这种互联网的 我们说兴起之后 它带来了很多 有利的地方 但是肯定 它也会 就是一个双视剑 它也会带来一些 负面的影响 你比如像这种色情的活动 或者卖淫的这种行为 在网上 刚才专家也介绍了 病毒式的传播 那你要想解决病毒 那你就得用药 这药是什么呢 一般来讲 我们在打击网络的 这色情上面 抗生素 就是我们警方的 这样一个严厉的 打击态势 凌润的态势 另一方面 我觉得网络的运营平台 包括你这个运营商 你也要有你的社会责任 和社会道义 虽然了 你不管QQ也好 还是微信也好 最终的目的 还是要盈利的 它并不是说 这个要完全公益性的 但是你企业的社会责任 我觉得在这里应该凸显 类似相应的这种扫黄打飞的 这样的网络的行动 运营商和公众平台 应该参与 最后一个就是 我们公众的这种意识 遇到这种网站 及时举报 你看他在网上 封行了这么长时间了 那么到今天 才被我们记者暗访查出来 是不是我们相关的监管上 存在缺失 是不是我们公众的 整体的法治意识 还存在缺失 我觉得都值得去考虑 总之它不光是警方的事 全社会的责任 要共同努力 好 接下来 我们看下一条消息 在贵州的镇远 一个男子因为喝多了酒 一个晚上连续造成了 两起交通事故 并且使一个男孩 遭到了碾压 我们来看一下 11月20号晚上 贵州省前东南州镇远县 先后发生了 两起严重的交通事故 但令人感到意外的是 这两起事故中的 肇事司机竟然是同一个人 不同时间 不同地点 同一名司机 为何能坚然造成 两起严重事故呢 当天晚上8点30分左右 在镇远县汽车站路口附近 一个身穿红色上衣的男孩 骑着一辆自行车 在道路上逆行 在经过一处弯道时 男孩将车 骑到了顺向车道上 可就在这时 一辆逆向行驶的 红色越野车 出现在了道路上 并将男孩撞倒 越野车撞倒男孩后 司机并未停车 而是推着男孩 继续向前行驶了一段距离 从男孩身上碾压过去之后 逃离了现场 事故发生后 镇远县交警大队的民警 迅速赶到现场 此时受伤的红衣男孩 躺在路上不断呻吟 民警立即与120急救中心 取得联系 几分钟后 120急救中心的医护人员 赶到了现场 在群众的帮助下 被撞男孩 被送往医院救 監察中 民警发现事故现场 只留下了一辆 被撞坏的自行车 由于事发突然 目击者只看到 照射的是一辆 红色的越野车 但是车型和号牌 却没有看清楚 随后民警通过路网监控系统 确定了照射车辆的信息 可就在民警准备 联系照射车车主的时候 民警又接到了一起 交通事故的报警 集中一辆车 疑似逃逸车辆 往这边过来 看到那对面来了一个车 他就走 出头回转看 所以我看到来了 我就只能躲 我就往旁边打方向刹车 几步就停下来的时候 他就从那旁边那里 插的窗过来了 民警通过比对发现 现场破损的红色越野车 正是之前在镇远县 汽车站路口附近 照射逃逸的嫌疑车辆 就在民警准备 向照射司机了解情况时 却发现 该司机竟然在车内 昏睡不醒 与此同时 司机的家属也赶到了现场 无论这名男子的家人 如何呼喊 他都没有一点反应 由于担心他的身体状况 民警与120急救人员 取得了联系 通过检查 急救人员发现 该男子浑身酒味 身体没有任何伤痕 应该属于过量饮酒 导致的浑水 最后 这名男子被带往医院 进行酒精测试 交警部门也对 肇事车辆进行了散扣 血检结果出来以后 该名男子将面临相应处罚 再一次提醒大家开车别喝酒 代价实在是太惨动了 不值得 好 接下来呢 进入我们今天的热线故事 在南昌西湖区的一所中学 一个中午的时间 有八名学生先后都受到了这个持刀抢劫 我们来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2015年1月20日下午2点 初二一班的班主任季老师 正在办公室备课 突然一名学生闯进办公室 向他反映情况 说当天中午 班上有一名学生被持刀抢劫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立刻就非常着急了 季老师了解到 被持刀抢劫的是班上的学生小韩 着急的季老师 立即找他来了解情况 看到小韩除了手上有些外伤之外 并无大碍 季老师暂时松了一口气 刀被打得 手上有点红红的 然后就没有起来伤 小韩告诉季老师 当天中午 自己在校门口附近 被三个人抢走了一块表 还对他进行了殴打 而对于其他细节 小韩却总是支支吾吾 不愿意过多提及 一时间问不出详细情况 季老师只好先向校领导汇报 而此时 其他班级的班主任 也反映了类似情况 校领导立即组织全校进行排查 最终发现 一共有八名学生遭遇了持刀抢劫 基本上都不是从当事人这里知道的 而是其他的同学告诉我们的 所以可以看出来 第一个他们非常的害怕 第二个 觉得他们在这方面 维权意识非常的薄弱 短短一个中午的时间 学校就有多名学生被持刀抢劫 感到事态严重的校方领导决定 让季老师带着两名受害学生 立即到派出所报案 并同时通知了学生的家长 当时老师来报案的时候 他就说 有三四个社会青年 当时有人有凶器 有刀 然后对学生有收身 有强行收身 要拿取他们的钱财 说你小孩被打击了 当时我都懵了 经过家长和老师的安抚沟通 两名受害学生的情绪 逐渐平复下来 向民警介绍了详细的案情经过 就先送我身上 然后翻我手包 看到没有什么 就把我手包扔到一边去了 然后收到我身上有块表 他问我这个表有没有用 我说有用 然后就说 归我了 其中一个人拿出刀 用刀被打了我手臂 三名持刀抢劫的人 年龄大约在18岁左右 其中一人持有长约50厘米的砍刀 听到这个细节 受害学生家长显得有些激动 根据受害学生提供的信息 警方立即带两名学生赶往案发现场 对案发地点进行勘查 并调去学校周围的监控视频 在学校周边都布了很多的天网探头 但是当时我们发现 这些学生被害的地点 都是在我们天网探头的盲区 通过对其他几名受害学生的询问 警方发现 作案的似乎是同一伙人 他们多次抢劫都避开了监控 这一点引起了警方的重视 这应该是一个经过机密部署 机密裁点 经过他们机密策划的一个团伙作案 经过初步统计 三人共抢劫现金23元和一块手表 钱数虽然不多 但是案件性质恶劣 给学生造成了较大恐慌 为了尽快破案 警方把消点再次转向几名受害学生 试图在他们身上寻找蛛丝马迹 经过细致询问 警方终于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 其中一个 然后好像是我同学认识 然后我就跟他说了一下 陪他去买东西的时候看过 就看到他跟这个人玩了 其中一名作案的人被学生认了出来 这给案件侦破带来了希望 学生说这个人名叫小外 警方立即通过户籍系统进行搜索查找 小外的户籍 在我们南昌市公安局的户籍一览不是很多 然后就是大概就一夜 一二十个人我们把这些人的照片 强迫打印出来 经过这个他们学生辨认 我们最终确定了一名 犯人嫌疑人 警方确定了这名嫌疑人就是小外 同时发现他曾经就读于北京路学校 随即警方在学校老师的配合下 调取出了小外的学籍 根据学籍档案上的户籍地址 将小外抓捕归案 我们抓到小外以后 小外就非常的配合我们 认得态度也非常的好 就把这个小詹的情况 给我们介绍一下 面对警方的讯问 小外承认自己参与了抢劫 并交代了另外两名嫌疑人小詹和小熊 小詹是小万的小学同学 两个人比较熟悉 而小熊是由小詹介绍刚刚认识的 两人不是很了解 根据小万提供的信息 警方决定先对小詹实时抓捕 他的认识态度也蛮好 小詹又把这个小熊的情况 一口我们想去介绍一下 他就提供了一个Q号码给我们 也提供了他的日常的生活照片给我们 2015年4月8日 警方通过在网上布控 将正在网吧上网的小熊抓捕归案 大老公的那时候 他也不承认自己是小熊 给我们随便报个名字 报个假名字 给他做一些思想工作 他最后就承认了自己叫小熊 持刀抢劫中学生的三名犯罪嫌疑人 终于被抓捕归案 但是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 他们居然都只有14岁 三人很快承认了参与抢劫的事实 然而谁才是这起案件的主谋 他们却产生了分歧 其他那天后晚上 我问他第二天怎么办 那他就说去黑钱了 就问我你以前一个人的时候 会不会去干这个 那我说不会 他说你不会 那这样怎么生活下去 他就说 就是不如一起去那个嘛 去黑钱 小湛说 当天两人都在网吧上网 小熊因为没钱吃饭 提出两人一起去抢劫弄些钱滑 而那时恰巧碰到小万 对于这个提议 小万也欣然接受了 为了壮大声势 三个人便带上小熊的砍刀 我就吓唬人 用车面打了一下 觉得挺新鲜 蛮好玩的 就是在读书的时候嘛 然后就买了 那时候 走路回家的时候 卖这些东西 然后当时 觉得好玩嘛 我就买了 三个人说 当天他们并没有谋划 之所以会选择北京路学校 也只是因为 学校离他们所在的网吧最近 就跟我们年龄想法 也不能太大了 因为太大了 我们那个三个人 不一定打得不好 就问他有没有钱 然后没钱 然后就打他几下 然后再问他有没有钱 如果说没钱 的话 然后就是 就收下他身上有没有 每次也无所谓 也打了别人 自己心里舒服 十四岁 本该是在学校 接受教育的年纪 三个孩子 却在一个中午的时间内 连续做完八起 他们为什么 会有这么大的胆子 在光天化日之下 持刀抢劫 三名持刀抢劫的少年 已全部抓获 面对警方的审讯 他们虽然承认了 在北京路学校 持刀抢劫 但是他们并不觉得 自己触犯了法律 当时他说肚子饿 我要了几块钱 我要了几块钱 你为什么动刀子 为什么拿砍刀去砍别人 他总认为自己是未成年 就是我们公关机关 拿他没有办法 就以为自己是未成年吧 不办法 就是被抓到 也是会被放出来的 据小湛说 这把刀子 从他在网吧 见到小熊开始 就一直在小熊身上 而且一个多月时间里 他从没见小熊回过家 我们就问他 你为什么不回家 就是怕回家来打 回到家就出不来了 就失去了自由 小熊的父母 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 他跟着再婚的父亲生活 父亲和继母刚刚开始创业 无暇顾及小熊 为此他便经常跑出去 但是父亲知道后 总是采取粗暴的方式来教育他 小时候 把我绑着桌子上 用木条 把我脱 脱光衣服 把我脱 后来小熊渐渐地 对父亲产生抵触情绪 而不愿回家 他总是喜欢待在网吧 久而久之 连学校都很少去了 就老师就打了一个电话 给他的父亲 他说 我这个儿子不喜欢读书 我们就先给他修学 体验社会的 就是那种苦啊 看看他都是 如果说他再愿意读书的话 再接着读书 在网吧里 小熊认识了 同样不回家的小詹 那段时间 小詹也长期待在网吧 不去上学 他的父亲对此 却毫不知情 他们这个小孩 他现在都找不到 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没回过家 在小詹父亲的眼里 他一直是一个 听话懂事的孩子 小詹的父亲觉得 儿子之所以不去上学 都是源于学校的 一次打架事件 而学校老师 对事情的不当处理 是导致儿子 触犯法律的根本原因 就因为我们在学校 打篮球了 我们一开始 就到了那边打篮球 然后他们出山里过来 就找我们走了 还出狗嘛 那我就不服气 反了一句 然后他就拿乱就找 主要的责任 我可以肯定 这个在学校方面 为什么就那一次 人家欺负了我的小孩 你那个学校 把小孩课听掉 走上这条路 都是比逼的 比歧视 都是有客观言言的 谁都不会 好好的 有人不着急找回 这件事后 小瞻便有了辍学的念头 而父亲的责骂与不理解 让小瞻更加厌烦 反正我犯了之后 我爸就跟到后边 从那时候我就觉得好 那个有厌倦感 厌倦 他们天天 他们说 觉得好烦 小瞻的父母 很早就来南昌打工 家中有四个孩子 小瞻排行最小 因为哥哥姐姐 都没能考上大学 小瞻便成了父母 唯一的希望 小瞻和同学打架 父母总是先责备他 渐渐的 小瞻开始 瞒着父母错了学 去了网吧 那时候我也 对于学业 产生了愿意的感 觉得外面 比学生好多了 在网吧里 小瞻遇到了 小学同学小万 小万从小父亲过世 母亲改嫁 他一直跟着外公外婆生活 缺少父母关爱的小万 初中没毕业就辍了学 然后找了几份简单的工作 在工厂里面 一月工资 一成一期 我连方案下面一起做的 然而 对于这个十四岁的孩子而言 外面的世界 充满了陌生和欣喜 他并不满足于日复一日 重复无聊琐碎的工作 他会经常跑到网吧 回家的次数也越来越少 上完班之后 就是基本上都是在网吧 不想回去 那他们拖也拖 没把我拖回去 我天天在网吧找他 我找了他 他就是不回家 就是叫你走 我不回家 我不会做饭事 他就这样叫 在外婆的眼中 小万曾经是个 乖巧懂事的孩子 而渐渐长大 小万变得不再听话 而且更加叛逆 这一切的变化 在外婆看来 或许跟她的妈妈有关 他很伤心 很自闭的 有一次我也不知道 他想到妈妈那里去了 妈妈不要打击 给他就更难过了 他也不跟我说 就是往外跑 他是报喜不报忧的 小万说 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 妈妈几乎成了一个陌生的词汇 但是尽管如此 她并不怨恨自己的母亲 女的总要总找个男的来依靠的 我肯定不会用很难 进来之后 想了一下 出去角度还可以去读书的话 我宁可去读书 我出去之后 肯定不会让他们担心 同样 面对被自己深深伤害的家人 小张和小熊 此时也十分后悔 然而 虽然三人此时都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但是受害学生的家长 却并不愿意谅解 因为这个小孩 他走的路 刚刚是起步 以后他的路是很长的 如果是我这次原谅了他 就等于是害了他 因为年少无知 他们触碰到了法律的高压险 曾经拼命想要逃离的家庭和学校 如今却是他们最想念的地方 十四岁 冲动叛逆之后的幡然悔悟 却终将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目前三人正在看守所里 等待着法院的判决 您可以拿手机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 进入我们的官方微博和我们互动 我们看这三个嫌疑人都是14岁的少年 这都是读书的年纪 他们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呢 张碧 这个原因其实应该说不复杂 一方面他这个年纪 正是一个我们的半大小子年纪 正是学习方刚的时候 有时候做事爱冲动 那么一些违法犯罪活动可能就会从事 另一个我觉得 就是根据中国目前的现状来讲 监管缺失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造成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所谓监管缺失 一个是家庭的问题 比如有的家里的是比较特殊 比如离异的家庭 比如家里这个父母有残疾 或者说家里有酗酒的这样的家长 那么这些因素可能造成了一些相应的 这种监管的舒适 另外在成人化进程中 很多父母到城市去打工 那么孩子是隔代来抚养 这时候也造成了一些缺失 再有一个就是社会不良习气的一些沾染 比如说结交了一些大孩子不好的朋友 然后常年沉迷于网吧 有的甚至可能还吸毒等等 这些社会的综合因素 最终造成了这样一种现象 所以要这里 他恐怕得从根本上来加以解决 对只要家庭的环境不好 再加上一脱离学校 这孩子就危险了 这小万他自己也说 他说我是未成年人 一旦犯了事 你们也拿我怎么着不了 孩子也放了出来 其实也不像他想象的这样 在我们节目播出之前 这个案子已经判了 三个少年已经获刑 小万被判处了有期徒刑 一年十一个月 缓刑两年六个月 罚金一千元 小詹是被判有期徒刑两年 缓刑两年六个月 罚金一千元 小熊被判处有期徒刑 一年三个月 缓刑两年六个月 罚金两千元 我们知道我们的法律 对未成年人有一些保护 但是也不能成为 这些孩子的挡箭牌 是吧 金律师会不会这样 法律确实是 对未成年人有很多的保护 但是也绝对不是 他们所理解的那样 未成年犯罪就不受处罚 这实际上是对法律的一种误读 我们国家刑法规定是 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 要承担刑事责任 但是不满十六周岁的 已满十四周岁的犯罪 对于有一些犯罪 比如说杀人 故意伤害知人重伤或者死亡 强奸 抢劫 放火 贩毒 投毒 爆炸 这样一些严重的犯罪 虽然不满十六周岁 但是已满十四周岁了 也要承担刑事责任 本案当中可以看出来 这几个孩子实际上是已经满十四周岁 但是还不到十六周岁 但是持刀抢劫 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犯罪 所以也要让他们承担刑事责任 所以对这些孩子来说 就是法律的制裁是一方面 更主要的还是学校 家庭的教育 记者告诉我们说 现在这小万的 因为再次抢劫 又进去了 张斌你觉得 让这些孩子犯了错之后 怎么能让他们不再犯呢 我觉得一方面 对于履教不改的 还得用这种法律的手段 来进行相应的一个严惩 为什么呢 有的人说 未成年人是不是就可以从轻 这要分情况 刚才金律师已经介绍了 对一些恶性的犯罪 或者履教不改的 法律必须要以经校游 予以严惩 但是更多的 对于比如初犯 偶犯 或者社会危害性不大的未成年人 我个人认为 还是应该采取社会这种矫质的措施 也就是说 我们法律原则是宽延相继的原则 这样的一个原则的话 体现在未成年人身上 就是尽量能让他们在社会中 加以改造 能让全社会形成一个监督的合力 现在很多的社区 都就是未成年人的矫正的一些中心 然后相应的司法所 社区学校都可以配合 只有这样 年过古稀 一具名家 坚持茶作买唱 那个心呢 像刀子在侧 输养孩子 退休夫妻 经历拮据生活 菜团上都是处理的菜 我们就捡回来 卖唱过程 他遭遇何等尴尬境地 孩子的成长之路 又是否会一帆风顺 河南郑州 一剧演员卖唱 收养五名孩子十七年 热线十二 明日播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